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踢了没跟着Peter一起转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 经典项目 来看Punks 有些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终极目标想要买一个Punks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到底是后面的生态怎么样 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来到我的Twitter 大家知道Twitter重要的 再是Discord再是YouTube 我们Twitter这边 今天有一些有趣的文章 Godzilla Godzilla Project Godzilla竟然被下架了 我觉得是非常扯的一件事情 那除了Project Godzilla之外 我们点进来我讲说 市场太冷 大家冷到没事做到处发 那我们就朋友讲 雷射猫跟迷幻猴 现在好像也是开战 雷射猫跟迷幻猴 是我们中文区的社群 他们似乎也在打嘴炮 在开战 说到底现在在干什么东西 这东西我觉得市场上还是有一些东西 大家要理智一点 再来说的YouTube都跟一件 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财务建议 做好自己研究空置好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昨天我们讲说 比特币跟以太好像快要跌破 跌破跌破 没有啊 今天给你反弹 所以到现在是一个两万九千七 你看昨天这个地方已经快要跌破 崩又反弹上来啊 那一在一千九百八 这有反弹啊 如果大家看我的推的 我推的经跟大家 昨天推的一个文章给大家看 也是蛮有趣的 你看这是过去201314年到现在为止的 所以RSI RSI的部分 RSI从顶部到底部 然后再往上在顶部 在底部 然后你看出RSI 在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现在是RSI走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部分呢 走到底部RSI的底点会发生什么事 RSI如果这个地方往上反弹 所有整个币圈有机会往上走啊 所以我们再来 我们应该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机会 这个地方往上啊 这个东西是重要的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下 就算是比特币这个地方是不是持续在盘整 我相信未来有机会往上还是ok的啊 另外我们来看到 我们昨天讲说我们市场上现在冷 冷到个状况什么状况 最高在5月1号417600万 那5月24号2500万啊 从这个地方跌下来跌多少% 你想想看 跌超过90%呢 因为90%是4700万啊 如果跌到90%是4700万 但我们现在连4700万的没有啊 2900万再是2500万 我们等于是2500万 2500万的double是多少 2500万的double是5000万啊 4700万我们等于是跌了剩下 5个% 我们现在从高位跌下来 大概是6个%左右啊 这个量是一个少的非常非常夸张啊 我们现在等 市场出现这个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会大讲市场上现在等什么东西呢 等一个如果说有什么样的项目出来 对不对 我不是说命一个东西 0.05 我们命一个东西就是20块美金 50块美金50块美金可以命一个东西 或是free mean 那我就出个5万个10万个 这种有趣的项目出了限周 大家就会觉得 哎呦市场上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出现 上上有特殊的一些项目出现 那大家就会很开心 那整市场的气氛就会反转啊 那我们看一下目前为止 其实上上非常非常多这种free mean的啊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比如goblin camp goblin camp最早是free mean出来的 结果你看free mean出来 结果非常非常受欢迎的goblin camp 你看连BYC都回到90哦 BYC再150几耶高位 然后五条猴变种猴变种猴 这个都是相对的低点啊 你看doodle13 Timberts2.3 OK project pxn pxn回到一个意思了 最近就是一直有非常多种ip的项目 ip的问题的项目在上上收到大家的讨论呢 pxn之前在那边四五个页的时候 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开心啊 结果一出来海贼王啊 一出来鲁夫啊什么 还有一些不应该出现的角色出现 他里面就受到很大的一个攻击嘛 那你看整个市场其实像目前为止是在一个回档啊 还是持续在回啊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量啊 没有什么人交易啊 重点是 另外 我们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有朋友问我说哎呀 他们想要说我想要看一看punk punk我要去哪里看 你punk要看的话你们要来lava lab lava lab点进来之后 你会跟他讲说你看lava lab介绍很多很多东西 从punk,punk的历史,ethereum 干嘛干嘛,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 overall punk目前为止最低的punk大概是46 大概47个ease吧 大概9万块美金 目前为止最低的punk 那你说过去一个小一个礼拜卖了2300个punk 2800个ease 然后总个价值 是过去一个月啊 14000跟多个 这个意思 那你看稀有度punk 稀有度就从稀有的种族开始啊 你看如果这last largest sales 最贵最贵的 你看2022年2月份 8000个ease 真的那时候是2300万啊 如果你看这些从外星人 然后到猴子 对不对,然后到这个zombies 然后再来是什么 最近的transaction有什么 最近的transaction 这有一只这个punk 这边换wallet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那之外呢 这边有一个offer 这都是offer啊 offer 人家offer这些东西offer99 84,99 new bid new bid是什么 新的去bid的 所以真正真正目前为止交易成交的还是非常有限的 你看如果你看for sell这边最低大概是47个bid左右 你点进来目前为止在市场上在卖的有1330 bit平均bit是71啊 average current open bid 那你看show some like current bid current bid你可以去看current bid的话大概550 sale 你可以去看最近的sale average sell大概100的eath平均 整个show的这个过去一整年卖了60万 60万的eath 那wrapped是干嘛 他们有422个wrapped sell在ERC721一个市场上 就RED PUNK RED PUNK他们后来就把RED PUNK的这个版权买回来 RED PUNK其实是第一代啊 后来这个PUNK才是第二代啊 但是第二代后来变成真实的PUNK 那RED PUNK变成第一代的话 后来才被人家就重新又拿回来啊 但是我们点击对sales来看 点击对sales来看啊 你看punk for sell 嘿嘿 如果你有47个eath的话 你可以买这一支啊 还有呢 PUNK的话就是这种咖啡人 目前为止是比较便宜啊 哎 你的咖啡人咖啡人 这些都是比较50个eath以下 你50个eath你可以买到这个绿眼睛呢 再来如果你要买 稍微稍微比较不同的哦 这些你看这种咖啡人 这个至少我最早以前 我看应该这个都是十几个eath 20个eath吧 那再往上走 你看如果你要看红头发 哎这个就比较特别啦 有金耳环红头发之下是58个eath的 那你说甚至你再往上走 我有一些比较特别是什么 比如说哎 红头发之外 我戴眼镜 我戴这个比较酷的眼镜哦 一般的眼镜 一般眼镜我不算了 比较酷的眼镜 哎你差不多60个eath 或是有其他的trade 你看这往上走 戴帽子这个要64了 红头发的话都要67啊 最便宜的红头发在58 最便宜的红头发其实就是58了 那你看如果你真的比较有稀有的话 你会买什么 如果我真的不管哦 如果我真的不管 我真的这边有一笔钱 我想要买一支pump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买最便宜的 我可能会往上稍微多一点点 yeah 没比这支吧 你看有眼镜的 我大家知道我喜欢有眼镜 但这个应该是女生呢 如果你要买一个男的眼镜 这支也可以啊 不然的话我再往下走 刚刚讲这个女的 如果你说pump再往上走的话 嗯目前在卖的 哎不然就是这种啊 这种雷射眼的话也可以啊 这个雷射眼镜 甚至这个这个是要69啊 将近要70个eath 这个69跟这一支这样子比的话 我会好像这一支 这个是比较稀有哦 你这种3D这个眼镜是比较稀有的 如果你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你就要到3D眼镜 就要到84个punk 84个eath了 呀我觉得punk再来就要到3D眼镜呢 你再卖的其实不多啊 在卖的其实就一部分而已 你说100个eath以下是粉红色头发 每一次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我看市场上买到最好 这个你看168个 这个应该是一个大佬的啊 拿出来卖啊 你看这3D眼镜跟这个帽子 这已经100多个eath了 你看这个都已经超过200个eath了 这边已经超过200个eath了 所以你其实你要看他的稀有度 也是要看他本身 我记得这边有个稀有度哦 opon type and attributes 你看一下 你看aliens一共是只有3只啊 我没有 alien numbers 9 1,2,3,4,5,9个 apps24,zombies88 然后female,female三千 然后male 所以其实这样子比起来的话 male比female还要多啊 再来是什么attribute 这个beanie啊 beanie44 toker48 beanie就戴帽子 然后这个眼镜啊 pollytelman54 这些其实你看这个底价啊 底价你戴眼镜这个底价就是比较高啊 他刚才说这个什么头发 你看头发 如果你看 橘子色头发就68 这稀有哦 就他的稀有度往下 这边稀有度是300多 beanie的话 这是很贵 很贵啊 如果你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buck teeth 这牙齿 这个牙齿看起来不是很酷啊 这个69 这个眼镜呢 这个gargo眼镜的话还不错哦 这个gargo眼镜要66 就96哦 粉红色头发很受欢迎啊 95个 红色头发这边要100个亿的 spot spot就是脸上有这个小 种痘痘啊 然后short这短头发 这个白头发 有颜色头发其实都比较受欢迎的 虽然这个你看 虽然这个 有颜色头发 我看这个白头发这是90 帽子 帽子也是受欢迎的 大胡子 我们再往下看 有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trade 比较少 但是又比较有趣 如果你看这样子 比较比较稀有的trade 就往下就是这个 这个牙齿 这个是78个牙齿 但是是卖70g的 还有这个spot 是不是脸上有痘痘 这124 这已经超级很多了 在这边就是有跟没有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距啊 VR演技其实应该是蛮稀有的 但是他332 VR演技还是比较稀有啊 你看红 这边红影 这个crazy hair 红头发 我们刚刚讲红头发58个意思 是相对比较便宜啊 那现在最便宜的应该是这个 这个眼镜呢 glasses 这个Honor Ring glasses 就刚刚看我们底最低的47个意思 那如果看这些attributes 如果一个attributes是多少 58 这个不太准啊 如果你真的是很多很多attributes加在一起 6attributes 很多 你看这7个attributes 这最多啊 这只有一个啊 这是一个大老用的 那如果是6个attributes是11个 那5个attributes 5个attributes的地板就是还好 所以attributes最多最多 基本上 就是6个跟7个 在地板加很高啊 再来的话其实都还好 那另外的话就是看 就是看你attributes的部分 刚刚大家看一下市场上 哎就经典的项目啊 胖子 胖子 大家如果说我不见得要去买 但是我要知道胖子 如果我真的将来有机会 我要买的话 我是要知道我要锁定怎么样的胖子 我会看种族呢 还是会看attributes呢 还是看我自己喜欢哪一种 那是不是戴眼镜 还是颜色的头发不同 这东西我觉得大家就了解啊 这个东西因为是经典的存在 就像我们看这些经典的 这些点集 我们要知道市场上最经典的 NLT是长什么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我视频 带给你家族观的 Trile 加入这个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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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